为了肉食防疫 餐厅夜市小吃 一律不内用 还是采取外带 原有的警戒三级为原则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8日宣布 全国三级警戒将延到7月26日 但也公布室内外常管 餐饮常说等处的为解锋指引 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9日表示 市府团队讨论后认为 有很多地方业者和管理单位 都很难做到 面对疫情 新北还是要严肃面对 台北 环南 北龙 每天荣然有个案确诊 新北也不断地受到波及 这一波的北龙跟环南的清理 尚未结束 后仪表示 现在仍有隐形传播链 未清理完毕 而且全台疫苗覆盖率还不够 这时绝不能冒进 将是情况调整策略 希望所有市民能共体时间 面对疫情继续保持低度生活 对双美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疫情重灾区 那重灾区所采集的策略跟方式 当然会跟其他的各线是会不一样 希望两次还是以七一连滑 防疫为最重要的优先 大家同心其力把防疫做好 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方向 后仪说 新北会以维持三级警戒为标准 管制为原则 放宽为例外 继续做好防疫工作 新唐人亚爱电视林家 为黄天峰 台湾新北报道